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2年3月21号 周一晚上的7点55分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先提前预祝大家 在本周的交易顺利 上个星期 美联储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加息 正式开启了咱们这一轮的紧缩周期 而且预计是在今年的剩下的时间 再加息6次 到了2023年再去加3次 而且美联储的官员 是对整个的俄乌局势带来的这种高度不确定性 影响经济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并且特别指出 能源价格的上涨 有可能对于通胀造成额外的压力 咱们其实说这个真是市场 怕什么就来什么 今天这个布油和美油 都是大涨超过了4%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欧盟外长正在商讨 是不是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制裁 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之后考虑 是否会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禁运 受到这个消息影响 不由美油都是双双大战 不过这个制裁目前还没有落地 因为欧盟这边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赞同这个制裁方案 特别是像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比较重的 像德国包括匈牙利 他们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反对意见的 因为制裁本身是想杀敌100 对吧 结果自己伤了1000 那么这样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磋商 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案 然后对于整个油价的影响 咱们要持续的去观察 137块钱到下方的90几块钱 用了一个星期 那么从下面的90几块钱 会不会再次又回到接近高点的位置 它对于通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另外今天的报位 实际上出席了一个会议 也是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 表示说 今年有可能会更快速的加息 这个表述已经是比上个星期 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后的讲话 要表现得更加的鹰派了 另外今天在美联储宣布了 加息的更加鹰派的一个说法之后 我们看到在加息预期方面 市场是迅速做出了反应 高盛的预计说 整个2023年加息 他们会到5次 也就是从之前的预期是3次 然后现在加到5次 这个加息如果一旦符合高盛的预计 那么它肯定是要回到中性的利率水平之上的 因为之前预期的是2.75%到3% 那么现在按照5次加息 那么到2023年利率最终会到达3%到3.5% 所以今天其实市场也是非常敏锐的反映了变化 咱们来看一下债券市场 今天的两年期国债和十年期国债 都是涨得特别的多 而且都是急涨 特别是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是来到的2.142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已经是在整个的 大流行时期的一个最高点了 说明在整个的资金市场压住 美联储在2023年加息超过3次的 其实并不只有高盛一家 大家还是在用资金用脚在投票 那么除了在加息预期方面提升 在滞胀方面咱们看到 根据美国银行3月份 对于基金经理的一个调查 超过60%的投资者预测 美国经济将受到滞胀的打击 这个数量已经是超过了2月份的一倍 因为2月份的时候 这个预测的人还不到30% 所以大家对于加息之后 市场可不可能出现滞胀 看来现在目前是大多数人 预计有可能到2023年 都会出现一个滞胀的这么一个经济环境 所以大家心里边也做好一定的准备 如果真的出现了 还是要去积极应对的 因为咱们在市场里投资 就是要顺应各种各样的市场环境 好 然后今天还有加息 对于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于企业融资的影响 从核污战争爆发一个月以来 一直到第一轮的加息 全球已经有超过差不多有80家的公司暂停了 至少250亿美元的融资的交易 其中有一半都是美国公司 那么特斯拉上个星期的时候 是放弃了一个融资计划 是推迟了10亿美元的汽车租赁的 这个支持债券的发行计划 也就是说包括现在通胀的高企 再加上加息预期是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企业从融资水平上 我们看到还是受到很大影响的 之前那个债券大家都是随便发 对吧 这个利息那么低 发发债券拿点钱成本那么低 然后支持企业运营 同时回购回购股票 这不挺好吗 对不对 现在就不行 现在这个成本确实太高了 对于利润的轻蚀稍有不慎 有可能会轻蚀的比较的多 但是我们说今天实际上 我们看到包括像加息预期的提升 还有像刚才讲过的债市的飙升 国债收益率的飙升 其实如果从股市上来看 今天的股市反应 反倒是没有那么激烈 今天收的是一个十字K 对吧 就是上下的博弈看上去都比较的激烈 成交量一般般 大概是一个正常平均的 一个中性水平的成交量 也没有缩 也没有放量太多 那么今天没有按照正常 我们理解的情况 一旦国债收益率水平飙升 对于企业的估值有打压作用 那么很多的股票 其实从市场上来讲 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反应的 但今天抛售没有那么严重 这里边其实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从基本面上 美联储下次加息最早也要到五月份 虽然今天鲍威尔的讲话更加偏鹰派 但是市场我认为现在还是认为 这里边只是一个预期管理 也就是鲍威尔通过这种向市场释放信号的方式 预期管理一下 但是离实际的加息五月份 其实还有一个多月 所以市场现在今天的反应对这个并不大 当然这个是第一个从 我们说从基本面上去理解 那么第二个就是从技术面理解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看一个什么东西 在过去几天谈论的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这里有两条线 就是上方的一条浅色的一条蓝色的线 一条接近于红色的线和蓝色的线 这两个线一个是200均 一个是50均 今天我故意把它们拿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朋友在过去一段时间 比较关注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在3月14号的时候 曾经50均是下穿了200均 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一个死亡交叉 这个是基于传统的技术派的理论 认为当50均下跌 下穿了200均之后 市场就会进入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弱势局面 或者说走向熊市的概率就是越来越高 或者说后续持续下跌的概率越来越高 那么其实我们看 这几天股价尽管当时在3月14号 是50均下穿了200均 但经过这几天的反弹 今天的股价正好位于200均和50均之间 上方是200均的压制 你看今天的行情是不是上面刺了一下 没站稳 下面踩了一下也没跌破 收了这么个形态 所以这是上有压制下有支撑 那么看跌的观点认为 这个就是这一段上行过去的这几天 就是死猫跳 什么叫死猫跳 就是涨上去就是反弹一下 反弹就是为了更好的被卖掉 卖完之后市场继续看跌 继续走熊 那么反弹不过200均 大家认为200均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然后会继续的去出现抛压 这是第一种看跌的观点 但是如果从看反弹的观点上来讲 目前是存在一定的继续上行的机会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一旦200均再次的站上200均 并且维持了一段时间 那么50均这边 他因为刚刚向下拐头 还是有机会继续上穿200均 然后形成什么金叉的 但金叉的观点 那就支撑股市向更高的位置去反弹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看的是 这个VIX的指数 现在已经是跌到了 这近一个月来的一个低点 这个低点其实反映了几个问题 它已经回到了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水平了 市场压住什么 其实就是在压住市场的波动性在最近会下降 或者说压住的是快速大幅下跌的概率不高 寻求保护的资金并没有着急特别大幅的 或者大踏步的进场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走的 今天这个行情走的就是比较的平稳 在我看起来是一个试探性的行情 上不过200均下也不跌穿50均 就是一个试探性的一个行情 我的观点还是比较明确的 我希望它能够反弹 继续反弹能够触及到上方的结构位 4545到4555这个位置 因为我觉得200均调头向下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压力位 因为在这种情况里边 200均才刚刚开始走平 还没有开始向下拐头 就是市场行情和情绪 还没有恶化到那么厉害 一般200均如果往下压的特别厉害 拐头向下了 那个市场肯定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市场 但现在还没有 所以还存在一定的往上去走 走到上方结构压制位的机会 我认为这个地方 如果再去被卖掉的概率 要远远大于在200均 直接就被卖掉的概率 也就是说最近几天 它有可能还会下跌 比如下跌跌破50均以后 回踩下方的趋势线 然后但是趋势线也不破 继续上行到上方的压制的位置 再大量的被卖掉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可能还会稍微高一些 为什么 你可以这么去思考 200均从传统技术派的理论认为 你要200均突破之后 它肯定是什么 很多右侧的买单会进来的 就是追涨突破200均 右侧买单进来之后 成交量流动性都会变得更好 你到这个地方再去卖 是不是市场的流动性 你想卖的话 在高位更容易换手 所以我现在还是看 它回踩 包括可以追升可以回踩到趋势线 趋势线又跌破了 当然又回到了下行测试低点的结构里 没破之前 回踩一下 甚至不一定能踩这么低 然后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就能守住 然后上面去摸一摸上方的压制 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行情 不然反弹 说实话走到这就掉下去了 它前面这一段走的就有点可惜了 希望现在的市场 能够更好的往上稍微的多走一走 因为上个星期跟大家也讲过了 包括我的一些持仓股的反弹后要减仓的位置 我现在观点还是很明确 我做的是反弹 并没有做反转 反转仓位的投入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肯定会更大的去加仓去投入 但现在并没有实施形成反转 所以我也不看马上就能反转 没有那么的乐观 仅是乐观 然后做一点反弹 然后慢慢的去摸一摸 行情就这样 一会会跟大家再来带来几个 包括几只没有讲过的不是我的持仓股 他们的减仓的位置 我认为可以减的位置和大家介绍一下 好简单的讲了讲 今天的市场和结构的问题 还得继续等继续耗 这几天的波动预计都不会是那么的大了 除非市场再出一些特殊的额外的一些消息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要讲了几只股票 首先讲一下耐克的财报 讲完之后再去讲AMD 微软和谷歌的点位问题 耐克的财报是这样 耐克的财报 我先把这个我跟大家写的这个标注 先给大家展示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耐克的财报 在本季度今天发布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盘后是上涨了5.3% 去到137 它的财报是耐克的Q3的财季 它不是按照自然的年度来算的 是它的Q3财季 每股收益是87美分 超出预期的72美分 但是低于去年同期的90美分 整个的营收同比增长是4.8% 到了108.71超出市场预期的106.3亿 106.3亿对 然后耐克的店面在实体店面 在不考虑汇率的情况下 本季度增长了17% 那么数字销售这边是在线的 是增长了22% 北美市场的在线销售增长比较快 增长33% 总体的北美市场的加上实体店增长9% 好 那么这个成本方面 耐克表示说运输成本有增加 但是毛利润率在本季度扩大了100个基点 从上年同期的45.6% 然后上升到了46.6%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折扣打得更少了 同时汇率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毛利润率有所上升 所以它的EPS才超出了市场预期 还超出比较多 那么对于前瞻上 截止到今年5月份的财年 预计收入将同比增长各位数 各位数 中各位数 但是预计在第4季度 就是马上5月份就是345这三个月 这几个季度 它的营收和去年同期相比 是有所下降的 因为去年是比较强的一个季度 所以这个4季度会有一个 同期的下滑的这么一个局面 但是整体上全年 刚才他说过了 全年依旧是中各位数的一个百分比的上涨 下个财年就是过了5月份之后 到2023年5月份 这个财年的利润率一就会保持提升 整体的营收EPS都会保持一个增长 所以这个地方 我在上一次12月份曾经讲过一次 关于它的问题 我说当时的股价是在160块钱附近 当时的股价在160块钱这个地方 我说如果在5月份之前 有大回撤到120到137的机会 你是可以积极去布局2023财年的 所以确实在5月份之前 给到了一个机会 大家不没布局就看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情况了 明年的情况前单估值在这写着 131到164 它这个低位的估值差不多都是28.5倍的一个PE 当然从耐克的角度来讲 28.5倍是它一个正常的波动水平的一个下限 但是和市场的标普来比 标普现在差不多就19倍到20倍嘛 那是肯定是明显偏高的 但是它和它自己比并不高 所以我才有120到137去和大家讲解这个地方 你是可以去布局23财年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地方 然后下方如果你要寻求更多的保险 比方说市场更加的糟糕的情况下 96到105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黄金坑 好吧 这个地方大家也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之前在会员打一也是这么告诉大家的2月份 所以这个地方120 13796号105全是做业绩 做业绩就是做它的基本面 那么它的压力位上在哪里呢 第一个压力位在142到149 现在是盘后涨到了137块钱 上方比较大的是在158到172块钱 大家根据这些地方 然后你可以考虑愿意做波段做波段 不愿意做波段就得多拿几年 因为它的前瞻固执水平只有这么高 130 164对吧 2023年5月才只有164块钱 所以超过164的很明显是百分之百被高估的 也就是百分之百市场送给你的超额利润 好 那个当然我们指的是在2023年5月份之前 当然你要是做到2024年的话 或许还有提升 但是我们要说最近你要是出现在164块以上 那你这个利润不拿了就有点可惜 好 这个是对于耐克的一个财报和大家来讲完之后 把几家公司的这个情况说一下 AMD的情况是这样的 AMD的可以减仓的位置是134到138 为什么离市价这么远 因为AMD我讲过它的性价比 在100到110块钱这个位置是明显要高于NVDA的 NVDA的价格涨了很多 但被高估了很多远高于AMD 从性价比上来讲 所以你在100块到110块钱 如果你进场了AMD的朋友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长持价格 就长线你可以去拿的一个价格 好吧 长线可以去持有的AMD的价格 如果它继续往上走 你要想减134到138 这个地方你可以考虑去减 因为那个时候的估值就回到了一个中性水平上 所以你就可以减一减 它要是不给 你下方就寻求继续的就是100到110 然后下方的超过低于100的位置 再去长线布局 它的基本面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大家说它的股价最近表现的反弹好像力度一般 大家如果看它的股性你就知道 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通常别人好的时候它不怎么动 市场没怎么动的时候 它突然间蹭蹭蹭干拔就上去了 对吧 AMD之前 其实这一段当时也很难 大家还记得吗 在这一段的时候 当时在8月份的时候 去年 这一段它一直就在100块钱附近晃晃悠悠悠 晃晃悠悠 眼看着都要跌破100了 结果突然间对吧 旱地跋踪连续上行到164块钱 你想追都追不上 它的股性就是这样的 基本面上告诉大家 100到110 这个地方是一个长线的问题不大的一个位置 好 微软 然后微软的情况 你如果要减仓基于估值水平 我这完全基于估值水平 因为它的前方的估值水平是256到294 然后2306月是282到323 所以这两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想减想滚动你都可以做 要想滚动就滚动 300到310和320到330 300到310就是今天的市价 今天的市价附近 高看一眼就是320到330 那就顶天了 顶天的估值的位置 市场情绪不好转的情况下 资金不好转的情况下 给予更高估值的位置 330以上的 那就是妥妥的 就是跑出来未来几年的利润 那就是你现在 今年出现的话 那就是今年的超额利润 好 谷歌 谷歌位置是一样的 基于它的估值水平中性位置 实际上第一个可以减的就是这个市价 2670到2770 然后第二个高看一眼 2850到2970 就是它上方的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你愿意减就在这两个地方去减 好吧 好 这个就是和大家待一下 因为评论区老有朋友问 我没有 有时候没有办法回答每一个朋友的评论 因为主要还有很多会员朋友 他们是付费的 所以在付费答疑里边我都回答了 然后这里边我就是抓个时间点 像今天行情比较清淡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了 继续看一看 未来几天的行情的小幅波动 看看能不能突破200均 朝着上方的这个位置继续进发 这个地方 其实看起来位置已经不是很多了 大概就是要走的快一两天就能走的到 2.46的涨幅 这个地方如果突破了 那么市场情绪完全就不同了 这个地方突破之后 是有概率上去摸到前高的 但是咱们说过 今年年底想维持在前高之上 非常的困难 今年年底要维持在4818之上 如果企业没有出现大的这种业绩提升 非常难在年底的时候 好吧 这是我们当时讲过 对于他年底的一个看法 年底的 2022年标误年底 之前我做了一个下调 由4,350到5,190 下调到了3,950到4,790 4,790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4818的下眼一点点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